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及香港动漫画联会担任策略伙伴 在2018年启动的三年区域深度旅游项目 滴滴HK设计香港地 今年以POP灵感再转角为主题 在1月8日推出全新创意地方营造设计装置 滴滴推荐慢慢游及滴滴策动娃拉拉游乐空间 这次香港设计中心连同香港动漫画联会 和数十位本地动漫画家合作 特别具本土特色的电车和港漫串联 以一众承载着多大人回忆的动漫角色 带领公众感受一个充满同趣的旅程 香港设计中心主席闫志明教授也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谈及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 动漫电车会途经位于香港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 把乘客带到滴滴策动娃拉拉游乐空间 体验由英伦和香港的创意火花 交织成的超巨型游乐空间 其中位于中央草坪的13米高大型吹气 娃拉拉伦敦大宅最具玩味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装置 让大家再重新去体验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公共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一些创意的装置 告诉大家很多很好的公共空间就在我们附近 我们希望再发现设计是如何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比较 香港流行文化深受中西影响 具有独特的韵味 香港创意团队特意在娃拉拉游乐空间内的庭园 添加一系列具有AR扩增实际互动体验的 新知方庭设计装置 让游人窥探香港和英国之间 在流行文化上的教会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